好继续带你来看到国内的疫情是持续的升温跟扩大 确诊人数是不断的攀升 华丽县政府是紧急启动了快筛战 而县长徐珍为在12号的傍晚在寿林乡长王玫瑰的陪同之下 是前往了寿林乡富士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那么也提醒民众如果跟确诊者足迹重叠 或者是收到细胞检续通知 应该要尽速前往快筛战来进行筛检 并且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富士国小有两位 一个是幼儿园 一个是富士国小的同学学生 所以在今天下午三点到晚上七点 在富士多功能活动中心 为我们的学生还有村民来做快筛 国内疫情持续升温扩大 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欢迎政府紧急启动快筛战 现在许政委12号傍晚在新闻乡人王贵的陪同之下 前往新闻乡富士多功能活动中心快筛战视察 提醒乡亲若与确诊者逐期重叠 或是受到细胞检讯通知 应该尽速前往快筛战进行筛检 并且保持安全设到距离 今天接到欢迎政府的通知 那下午要在本乡富士多功能集会所成立快筛战 那近期我们就是有民众确诊 所以感谢欢迎政府在第一时间在我们本乡成立这样的快筛战 那今天到目前为止有500多人来准备进行快筛 那原本是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们可能会延长到七点 那在第一时间我们接获通知之后 我们优先开始协助学校做清销的工作 以及社区做全村的整个清销工作 那还有在集美国小包含学校 集美国小的整个校区以及部落 我们同时在今天完成了整个清销工作 那今天之后我们会针对我们被隔离的家庭 我们会协助做一些物资关怀的一个送打 那我们希望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小心得到确诊或是被匡立的家庭 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外出购买食物 我公所这里会全程的来协助他们 疫情越来越严重 不过我们的县长 我们的洗县长跟我们的乡长 王玫瑰乡长非常的重视 这个筛减的这个一些作业 那我们也非常鼓励我们民众来做筛减 因为一方面可以才会知道自己的状况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修林乡的卫生所 所有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 以及我们公署的一些承办单位的人员 要协助我们卫生所来执行这个筛减的一个作业 非常感谢他们 也谢谢我们的村长当地的 我们的富士村的村长的大力的协助 提供了这样的场地 修林乡长我们可以表示 乡亲内疫情升温 希望乡公所团队也做好准备防疫的措施了 也请乡亲戴上口罩 请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施打第三剂疫苗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全家人健康 我在12号傍晚公职有574 一位乡亲前往筛减 欢迎我表示 门诺医院已在4月13号到17号设置快筛站 一般民众以学校学童进行时间分流 上午12点到下午5点是一般民众 下午5点到早上7点是学校学童 请有相关症状 足迹重叠 也请乡亲指定时段的进行快筛 记得请愿意休想不到